现在社会的竞争可以说日益激烈 时间的重要性就相对的提升了 时间对现代人来说 已经构成了分秒必争的压力 但是当我们面对的环境越不稳定 突发的情况越多 时间就会因为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干扰而被分割 因此产生的压力就更大了 佛教的禅宗教导我们要活在当下承担责任 这也可以说是时间管理的另外一种诠释吧 现在我们就恭请圣言法师教导我们如何学习 掌握活在当下的时间哲学 现在的社会 现在的时代 知识太多 而现象层出不穷 新的事物又来又多 我们的时间感觉上又来又短 而我们的环境好像又来又小 而我们基础的层面呢 也又来又繁杂 所以 生活在 两半年三半年前的人呢 这就在能够活个几十年相当长的 现在的人 活个几十年其实是太短了 因为要看的要学的要知道的要去的地方慢多啊 而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太少 还有呢 因为说得到的资讯太多啊 这头脑里都非常的复杂 过去的人 头脑里边所有的影响 如果读书人 那就知道古代的历史 那不是读书的人 就是知道当地的一些小事情 现在不简单 现在我们每天看到的报纸 看到的电视 听到的电台的网播 全世界的事情呢 全部进入我们的头脑 进入我们的呀 知识圈 因此我们所以记忆不下 而头脑里边呢 常常被许多许多啊 不相干的人啊 事啊 无啊 等等现象所占有 而跟我们自己本身呢 说要做的 说要想的 说要说的 并不相干 可是呢 你不相干它也来干扰你 因此浪费我们很多的时间 所以要做一项选择的时候相当难 做一项决定的时候 也非常地困扰 本来说知识又多 你的学问又好 你的观察力又敏锐 你的这个判断力啊 越能够啊 客观 事实上往往啊 又是相反 因为知道的太多了 不知道是怎么办了 尤其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处理啊 往往不知道如何的选择是最好的 这一点选择 对象的选择 是来自于社物的选择 一直用品的选择 往往常常使得头脑会啊 打转了 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又说 好吧 碰硬气 好了 碰一个算了 那碰硬气 就是说的是 是一个不合靠的事 那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就变成这个样 因此我们在时间上的运用啊 要非常的经济才对 那我提出一句话 这个是一种理念 也可以说是一种运动 就是忙人呢 时间最多 我们现在的人 几乎是每一个人都是忙人 每天都是排满了我们需要的工作 还有诸位啊 没有事情做的人也是忙人 他因为这忙的 要看电影 要看电视 要买菜 要吃饭 吃了饭以后啊 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 所以没有这一事 没有这一没有工作的人 也非常的忙 就是说生活上身体上不忙 头脑里的也忙 忙得不可开交 所以这种人 忙的时间够不够 忙的时间呢 是不够的 但我们现在 我讲的说 忙人时间最多啊 也就是说 我们在尽量的 能够运用时间 恰到好处的运用时间 而不会浪费时间 这个是啊 实在是太重要了 从早到晚说 分秒必争啊 分秒必争 你看看你怎么蒸发了 你坐在车子上 被塞了车了 你怎么蒸啊 你怎么蒸也没有用 车子卡住你 你就是动弹不得 你怎么蒸也没有用 但是 所以我们自己 头脑的空间呢 我应该可以争取啊 比如说 我们在被车子 卡住的时候 你利用这个时间 做什么啊 利用这个时间呢 可以好好的 充分地休息 让头脑休息 让身体放松 你反正卡住了嘛 你紧张也没有用 有的人呢 真的被卡住的时候啊 浪费很多的体能 心里急 而是啊 比较生气 这个是何苦呢 这是没有好好利用时间 我们要好好地利用被卡车的 车子被卡住的时间 塞车的时间 要被要好好的利用了 我们在应用啊 所有能够应用的时间 这个 你是最忙的时间 但是呢 你要好好运用它 我们讲说 活在当下 要就是啊 最好的时段 你要欣赏你当下 用你现在 目前这个时间呢 你享受它 运用它 那是最合算的 不要说 一边吃饭的时候呢 不再吃饭 在胡思乱想 想其他的事 一边在看书的时候啊 头脑里边在想着电影 在电影院里头看电影 当然是好片子的时候 你一定看得津津有味了 可是你跟人家谈话的时候啊 人家讲什么话 你没听到 你只在想电影 那 这个 人家讲了两遍 你说 哎 你再讲一遍好不好 我没听清楚 你这个是害人呢 你让人家浪费时间 你自己也浪费时间了 所以我们要争取时间 活在当下 就是啊 佛就在当下 这个 头脑非常清楚 不是说忙的时候 连休息都不要 忙的时候 休息 还是要有 要找到时间休息 否则的话 这个我们也被类似了嘛 呃 唯有如此呢 我们获得非常的精彩 也获得非常的有阴影 我们的时间觉得还是蛮充分的